大家好 屏幕可以亮一点 可以 哇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期针对我们CCTalk的学员的一个评篇 那邀请到了这个徐师傅 今天的这个评篇和之前我做的一些评篇有一些差别 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的评篇是比较温柔的 比较相对来说鼓励性质的 因为它是艺术创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技术上的层面的这个方向去讲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尖锐吧 但是当大家听到一些不好听的声音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消息 意味着你就可以成长了 所以如果被频道的作品的朋友听到一些很不舒服的话 有点难受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啊 因为这个忠言逆耳 好吧 好 那我们开始 呃 等一下 嗯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一个小本本吗 不知道吧 因为这个小本本我收藏多年了 一直没有用 因为上面写着Hassle Blood CREATE TO INSPIRE 所以此时此时 我正式的把它送给他 好 谢谢谢谢 哇哇哇 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在高兴 你真的要送给我 真的 好 谢谢 那先开始啊 呃 开始之前呢 我又要来废话几句了 等一下呢 大家能够在屏幕上 呃 看到我们今天在讲这些照片 呃 实际上呢 我在看email的时候呢 就已经会过滤掉一批人了 就给我投稿的 大概每天都有上百封邮件 非常疯狂的 因为之前有开放这个投稿嘛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呢 他的这个投稿的方式啊 实际上缺少了一点同理心 我一直在讲 同理心是在 呃 营取一些机会的时候 特别重要的这个一个环节 如果你缺少了同理心 比如说你投的照片 一下子啊 原图发个几百张 请问如果我是你的话 你是我的话 你会打开看嘛 你肯定会直接忽略掉啊 不管这照片有多精彩 对不对 也有一些人呢 直接放在一些非常不舒服的网盘 你还要去下载那个网盘的APP 你再去下载 但实际上都是会 呃 阻挠你这个照片 最后被呃 我们接受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所以呃 我希望大家在投稿之后 有多一点同理心 能够打一个包啊 压缩到 可能长边不要超过2000px 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呃 经典的一个一个比例 然后呢 进行打包之后 Zip之后再传给我 这样的话啊 大家接受起来也方便很多 能够大大的增加 你呃 被选中的一个呃 可能啊 好呃 先开始第一个 来 呃 看看这个 这是呃 一个人的 一系列吗 哦 你看这张照片 它呃 因为传在某个呃 微软的一个网盘上 它出现了一个呃 问题啊 它的这个信息丢失了 所以下面还出现这个东西 但大概我还能看到它这个呃 照片的大概的状态 没问题啊 所以其实呃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之前是没有看到 我一直跟他说不要手机发给我 也不让我看到 然后我我只是想把我的第一反应 能比较充分的说出来 嗯 呃 每一个都有一个命题吗 嗯 对它这个是家人的肖像 所以是系列吗 啊 算算是一个系列 把它主图发给你 OK 所以这些是一个系列 然后呃 一共大概八张照片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蛮全面的都是 呃 家人基本上都拍到了 然后还有自己的环境啊 嗯 好 好 OK 呃 呃 我的第一 因为 好 你们现在不要把我当艺术馆的 我只是一个 nerd 嗯 技术控或者是 呃 这张照片的就是 存在价值 并不是艺术价值啊 所以不要误解我 单说出来的意思 我的 立场 跟他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从我看这组照片看来就是如果你让我审视不管你是谁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还是爱好者还是第一次怎么拍不无所谓还甚至是学生 嗯 嗯 这个故事里面了 嗯 嗯嗯 嗯 先不说拍的 怎么样 我只是说总体来说给我的 感觉 嗯 嗯 不像摄影师拍的 除了奶奶的肖像 和父亲担任肖像 是知道了说 OK 你掌握了一些技巧或者技术 要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去表达一个很比证件像有意思的肖像 除此以外 没看出来 有那么一点艺术生的氛围 但从细节来看 就是很直白的横平竖直啦 还有就是取景啦 就是你的配方是乱的 也就是说你在做一桌子菜的时候 咸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是给不同人的口味设定的 我也这么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大致的色调是一致的 但这个色调没有给你加分 对我能明显看出来调过 但这个调甚至不如指出 对 但这里面此时此刻在画面停留了 就是我可能会认为说 嗯 如果这是我的照片 我会先去调一下奶奶的小巷 就是我有一种调片欲 然后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他的自拍 嗯最重要的 他自己的自拍 对 他的自拍如果加以修饰的话 这张照片可能对我来说 这里面是可能是最好的照片 嗯 甚至单拿出来是可以讲故事 嗯嗯 其次如果说要把嗯 照片放在一起做一个故事的话 那就是爸爸担任 自己担任和妈妈担任的 嗯 在 查底 而不是跟猫在一起玩的那个沙发的照片 嗯 嗯 OK 这么多 对 呃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是认同徐叔说的 就是像他刚刚说的那个做料 就是每道菜的感觉口味都调的太 呃 不太一样 比如说里面有非常经典的这种 呃 呃这个叫做半生的肖像照啊 这张跟爸爸这样一样 那如果你选择了给爸爸还有给奶奶这样拍 那为什么其他的家人他没有呃 有一个延续呢 比如说你为什么没有你这样的构图 这样的光感去拍一张呃 呃你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呢 而他是选择了呃这个环境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更加的呃 系列的一个感觉的话 我会觉得呃 这种呃 是半生的这个肖像啊 尤其在这样的背景 其实呢 这张爸爸的这张拍法和这个奶奶的又不一样啊 我觉得我看到了 当然我看到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在他在努力的尝试呃 呃 不同的拍法 这个是好的 我看到的一个好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提交过来啊 让大家能够呃 你一个平片的方式去对待的话 你应该是要呃 再把它做的再完整一点 再系列 比如说呃 我们就全部 哪怕你这个环境的先不要啊 就单单只是拍这样的比较简单的呃 有一点呃 人造光的呃 上半生的一个肖像 这样拍一系列 我觉得也是一个能够看出来啊 起码颜色放的一样了啊 比较是一个系列的感觉 但是这样东拼西臭的话呢 呃 会有点把我打乱 它可以完全是环境肖像是环境肖像的一个系列啊 这个呃 半生的肖像是半生肖像的一个系列 那么呃 颜色的话确实我觉得呃 奶奶这张还可以啊 我们觉得调色的呃 最重要的地方是呃 肤色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如果你一张 我觉得整体平衡了 平衡对 此时此刻就是呃 只能看出来弱点 就是弱点太明显了 而这个调并没有帮到你 甚至是说呃 如果说里面相比之下最弱的可能是爸爸担任的肖像和这个妈妈跟猫玩的这个坐在红沙发上这张 嗯 嗯 因为感觉真的 是抓拍吗 还是想都没想 就是感觉 不管从构图上从情绪上都有一个潦草感 嗯 这是我能感觉 就是我先不说你故意用灯和不用灯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 只是现在不要过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故意去用灯 对 然后呃 你刚刚说的一个潦草感呢 我觉得呃 主要还有是他这个画面啊 有太多的呃 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啊 你要带一个环境去拍一个肖像 那这个环境是服务于你这个人的 而不是说这个环境他自己呃 如果你要拍环境呢 他的环境的一个呃 作品 但是你现在显然这里最重要的光也打在人身上 但是最后呢 我反而被你影影调也有关系的颜色会导致后面呃特别呃脏 那脏了之后我反而会去看情不自禁的就会去看背后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他没有给我更多的一个线索啊 究竟这是怎么样一个家啊 他是你说他乱吗 他也挺有挺有序 但是你说他很很呃有次序吗 我觉得有点乱也有点分散我的注意 所以他并没有很好的啊 让这张照片生动起来 让我想要在这张照片停留更多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呃 整体来停留了嘛 对因为我们在评片嘛 但我可能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呃 我就想要过啊 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呢 我认为呃 呃先不要尝试 如果当你的灯光呃 不是控制得特别好的情况下 呃先不要用太多呃这个 太广的一个构图 太广的构图的话 你肯定要考虑更多的一个呃 元素啊 这里要打光那边要打光对不对 可以先稍微呃 把这个构图 把这个视角呃 收缩一下 哦 然后最后呢 我想说的就是你 我看得出来里面的照片有很多的这个摆拍啊 去演绎一些家里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摆拍的痕迹我觉得呃 有一点太 就像刚刚徐叔叔说他很喜欢这张照片 但是这张照片 对我来说他的余韵就很少 因为我一看就知道他在表现的是 啊你知道 有些青春期啊青年人的跟家人的一个挣扎 太普遍了 所有的家庭都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啊 不够微妙啊 也不够专属于你跟你家人的一种状态 所以啊 我觉得还是要找出一个可能 呃 更加的属于你们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演绎 但演绎的时候呢 呃 我觉得魔力量可是非常呃 聪明的一个做法 不要太明显啊 这个直接的表露出你 你家人的一个状态和关系 我们还有呃 我也在讲就是 呃 妈妈跟猫之间的一个互动 如果你要拍呃 呃 妈妈跟猫之间的互动啊 可能要再再 呃 多尝试一下 因为这张照片感觉非常的 吊起来啊 半吊子 一下子 呃 没有让我整个感受到 就是它整个都是一个 一半的一个状态 这个也是斜的这个构图 然后妈妈这里都虚的 呃 光这里也打的不是特别的 呃 这个光也做的不是 那万一只是拍了这七张 还是八张照片 然后 一张美剪就全都发现 对 我觉得有一点是有一点 呃 急躁的啊 这个整个整套的 呃 但是可以慢慢来 我们还可以呃 再继续尝试好吗 好啊 下一位看一下 这个 nice 我怎么感觉我见过这些照片呢 女友 女友的照片嘛 啊 不是这些照片 为什么我见过 那这个 不是属于我的范畴 因为我很少拍女性 除非我 拍客户 我每天拍客户 我得拍女人 但我自己很少拍美女啊 呃 这个显然是找了一个 女朋友还是谁啊 他这个是蛮可爱的一个女生 然后用的花也很美啊 是一个想要表现美呃 呃表现青春表现生命力的 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 徐师傅是专业的这个呃 呃 广告摄影师来来感觉评评论一下 好吧这样 呃 一共几张 一二三四 嗯 一二三四五六 七 七张 嗯 好 在他讲之前我先提个小小的意见 呃 为什么是七张呢 对好好好 刚才也是七张对不对 刚刚是八张 刚才八张 OK 那等一下我要先先他他讲之前我先说 有一个我实在是呃 想要有我一个小疙瘩 就这个皮肤啊实在是修的有点 呃 在这个皮肤的后期上 你必须得重新去网路上找一个更好的呃 教程或者是去呃 看一些呃 广告就是去呃 去呃 购物商场或者去看一些大牌的这个广告 其实很好的学习的这个后期的修图的一个 呃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尺度啊 这个显然实在 快速磨皮法 对这个皮肤质感会让呃 一开始就被 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片的话 一开始就直接被 变磨 对对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接下去你说光 既然你听到了最后几张 呃 最后几张 不管 想法 是从哪里来的呃 呃 我觉得算是蛮大胆的 蛮突破的 就能从你的照片的默认排序 因为你没有给它起名字 只是一个数字的序列呃 从默认排序来看 我能看出你的胆子越来越大 嗯 当然这是不是真实的顺序 我不敢说啊 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按我看的话 头两张我肯定会过去 因为这样存在于八十年代挂历上面的 的方式呃 是一个练习 但我觉得仅是练习而已 而且尤其是亚洲人黑头发 跟黑背景 你要控制的非常微妙 才能让黑背景有效 否则的话感觉是 话操理不操 就是女鬼 就 就没没 毒蛇 没有 我不凭人也不凭拍 我只是说照片而已 他说的是真的非常之对 因为 八十年代挂历的印刷 有很多的弊端在里面 就是有达不到的技术 所以说黑是印不成黑的 所以你看了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难受 但此时此刻 sorry 就是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是很擅长在黑上面看东西的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种混沌不清的感觉 而这个光只是就是考虑过 但是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OK 那我们move on 那个红色的 然后花是实的 女生的脸是虚的 这个呢 Instagram的一点 实用性并不强 但也算是一种练习 我相比之下更喜欢就是 花挡眼睛的这一张 也就是说可能做一个微博头像啊 或者是这些还蛮体现调皮可爱的性格的 这个我不抵触 我只是觉得就是 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然后就看到了你用这个Tim Foyle 这个这个 这个 纯白上面 不要再用英文了 这英文很多人 你已经说是装逼了 好吧 中文是什么 I don't know 西伯纸 sorry I know I lied 嗯 西伯纸挡脸 先是蒙眼 然后大半身的图 然后是挡左半张脸 sorry 画左半张脸 然后大头 然后就变成了 几乎只露一张 呃一个眼睛啊 所以我我这个看下来 我我这么说这一组图 就是从单从序列号来看 你是有很快速的进步的 也许当天同一天拍摄 甚至两个小时之内 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也就是说你把你 缩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突然释放到了 可能你能释放最大胆的那一步 而我在这种 如果你这种过程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 甚至是在一小时之内发生的 大胆的去把之前的扔掉 你留最靠后的那一部分 对 然后让我们直 虽然让我们看到你的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坏处 但如果你面对的不是我们 是更毒的毒蛇 或者说甚至是你的client 其实我们已经很温柔了 我真的我跟你讲 他说我我这是我最温柔 对但是你要知道广大年轻人的心思非常脆弱 我我们真的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每一天拿着我自己觉得帅翻的照片 去给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师看 每一天都被侮辱 这个词是很精准的 侮辱 侮辱 他 而且他们老外很像 我的照片经常被人家形容 就是stock image 所以我这个印象很深 stock image 就是图库里 他也装逼stock image 就是图库里面的这个照片 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就是你的动力太平凡 我整天被用这样的方式挖苦 所以很正常 被虐说明你有机会进步 好不好 那我觉得徐师傅讲的 我都同意 那确实他这个排序很微妙 从 就是真的是一个进步的感觉 为什么 我想讲我的原因 第一个呢 他马上就直接要点了 黑色真的在黑头发的情况下 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黑色 确实他没有让整个人的状态加分 反而会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融入到这个黑色 除非你要的这个 就是你一样的这个 对你一样的这个效果 那脸又特别白 就非常诡异 然后这个花呢实际上 我觉得花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花是一个非常 这个普遍的一个 能够象征美的一个 或者生命力的一个道具 对 但它也是因为太普遍了 所以它特别容易 变得很通俗 那么艺术的话追求的是革新 追求的是跟人家不一样 与众不同的 那它很难 因为它一开始已经竖在起跑线上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缓回看 到了第三个 你用的这个锡箔纸一样 铝箔纸 这个东西跟人物呢 实际上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差 为什么 我看到之后我会想说 尤其是这张 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想要用这个铝箔纸 然后铝箔纸在这个光的情况下 感觉我能够 能让我联想到 是不是你正在展现这个女生 你的女朋友的 她的某个个性 而它会让我往下再去 有要去再观察的这些一个欲望 虽然这个皮肤的细节 实在磨得有点让我 不过会相比 这个一看就是 我为了好看 我为了展现 我就不会有这样继续再看下去的欲望了 但是 这个下面挡啊 或者也是 对我来说有点做作啦 起码来说 但下面的话 我就觉得 第一这个材质 相对来说 没有花那么来的 这个通俗 那同时呢 我看到这些在这个上面的 产生的光影的效果呢 我会有更进一步的联想 这个是我觉得 相对更好的一个地方 嗯 我有一个 就是 如果你喜欢拍人 甚至拍女生 或者是拍这种 比较 主题很鲜明 很明显的 就是以人为主的这种照片的时候 嗯 不要让他们乱穿衣服 哦 对 就是越简单越好 白T恤白衬衫 而不是有任何 感觉 有包袱要抖的那种衣服 所以 尽量简单 哪怕是 哪怕是一块布包起来 嗯 对吧 就让这些东西 不要变成它的 绊脚石 对 此时此刻就是 第一张照片 如果说 黑背景 黑头发 白脸 女生 没关系 它可以 其他地方是素的 然后把那个花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展示 或者怎么样 就是 花衣服 花 然后再加上 红嘴唇和白脸 然后黑头发 黑背景 这个就是 对 这就是八十年代挂力的问题 对 因为他们没有 并没有考虑这个整体的效果 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在表达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每一根头发都在要算在里面的 所以你是如何平衡这个构图 用颜色来平衡 用比例来平衡 用深浅来平衡 用情绪来平衡 就很多的东西你要去考虑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说最后一张 只剩一张眼睛 是相对成功一点的 因为他的眼睛 比较说明问题 然后整体的构图 感觉上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只是头发可以梳得再整齐一点点了 就是 皮肤的质感修得稍微真实一些 就 没什么问题 就是 我感觉 哪怕是 一个专辑封面 OK 对 你说到这个 如果说放那么大的话 这个 头发的处理 一定要 头发在修 修图上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技巧 我知道很难 但是 你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局部拍出来 如果你头发不处理干净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很专心的看这个照片的效果 我都会被这些杂乱的头发给吸引住 所以 尤其商业摄影技术上面 一定要下苦工去练习去 不要练习去修头发 对 你可以找人 不用 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你常去发廊看一看 看一看就学会 对 你要把头发梳 梳干净一点 梳整齐一点 对 对 用一些法胶啊什么的 对 好 OK 下一位